12年前常出没在夏新庄一带 让女学生闻风丧胆的腐大之狼 疑似再度现身了 17号她在公车仁爱干线一上车 就锁定女乘客座位旁 嫌犯身体是相当靠近 还低头看她滑手机 让受害女子相当惊恐 公车上一名白衣黑裤男 跟陌生短放女子紧离而坐 整个人看视线越靠越近 女子害怕低头感到更不自在 这一幕被其他民众拍了下来 但其实拍照的人不久前也深受其害 还原是发现场被害女子 当下就坐在靠窗的位置 而嫌犯一上车就直接锁定女子的旁边 甚至越过座位分线 靠近的看她滑手机 让她感到相当的不舒服 根据被韩女子描述 这名怪异男子17号现身仁爱感线 当天她在仁爱路一带上车 穿着白色普老衫宽打黑西装裤 体型高大身高目测超过175公分 年纪大约三四十岁 大眼睛五官深邃 从中正区横阳路站下车 被害女子把过程 po到网路上引起广大回响 有其他自称受害者的网友也纷纷跳出来 指控曾在中和新路线遇过她从菜流站上车 仗着身高优势贴近女乘客 还有人透露她住在夏新庄 最早长达235蓝299公车 更有人眼间发现她疑似就是12年前 让女学生闻风丧胆的腐大之狼 三言良语带过对女生呼气的羞张行为 如今嫌犯活动范围包括整个大台北地区 受害女子决定报警 希望二指怪异男的恐怖行为 记者李明镜万家为台北报道 明镜万家为台北地区 目前为止